欢迎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规变形金刚 它是黑曼巴的LSD10号的强攻先锋 尽管它的名字应该翻成风暴先锋 这个无所谓 反正就是一个规避版权的一个新的命名 它是拿了Studio Sirius里头的轰天雷下去做一个放大改良 还有加合金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当时我给予很高评价的一个玩具 其实我当时 你可以回去看我当时拍这一集 我说这个玩具的买的是不会后悔的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存在感非常低的一个玩具 在台湾的话可以说是V级的一个工作室系列的玩具 它是属于跳楼 跳楼时间速度是最快的 几乎是没有什么人一样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玩具明明就很好玩 那OK没关系吧 反正可能各种原因吧 可能大家的口味可能跟我不太一样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版本的话呢 可以先对比一下尺寸 大概足足放大的是足足一倍之多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呢身上的话呢 做了几处的改良 第一个呢 是这个 当时我在分享这个玩具的时候 我说它这个泡塔的这个部分 这里有一个缝隙比较大 但这一次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模具明显它整个是已经平坦了 已经遮的非常的多 那另外一个最大的改良点是 这个当时泡塔是完全不能动 卡死的 果然是真鞋猎女啊 那上方的这个的话呢 黑猫八这个版本呢 就你也知道 没有版权就没有节操 那当然就没有所谓的一个真操的问题了 这个转动没有问题 上炮塔呢也可以转动 一样都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 不过上炮塔感觉稍微比较偏紧一点点 不过呢 它还是有一个一样没有改善的一个部分啊 就是这个空洞还一样是存在的 OK 这个原本模具有了 这个地方就没有做一个补强 那么另外的话呢 它有一个这个 合金部件啊 是在人形的胸口 在坦克状态下呢 就会在一个比较偏前端的位置 那这个呢 对于推车的话呢 滚动性的话呢 是有一点点的帮助啊 毕竟重量在前面 你往前推 有一点帮助 然后呢 其他在坦克状态下的话呢 就外观来说呢 就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个改良啊 主要就是涂装上面呢 有加一些这个点缀啊 像这个 前面这个少了一爪的一个部分 那身上的迷彩配置的话呢 各位也看得出来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原本模具下呢 人形的脑袋呢 在这个地方露了一点点出来 但是在这一个黑妈妈版本的话 是加上了一个盖子 把它盖盖起来了 那一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武器的部分啊 没有做什么改良 一样是全部挂在上面 而这挂在上面呢 也就算了 我们把这个武器呢 先拿下来给各位看一下啊 这个 呃 由于呢 它是一个Voyage Class的玩具呢 放大成这么大 所以它的一个细节的话呢 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糊 比较少一点 你看这个弹夹的部分 还有前方的这个一些小细节啊 就感觉没有那么样的一个 没有那么一个OK 甚至有些地方呢 有些地方的偷胶还是没有处理的 我们呢 再把这个另外这把枪给拿出来 那这个枪的话呢 一样啊 那这没有伸缩啊 原本就没有 它就不会有 这里里面也是空的 行 那这个呢 武器呢 挂在上面本来就 我觉得蛮蠢的 包括原本的这个模具 挂在上面 就是已经是很很很蠢了 但是呢 就是你拿掉之后呢 虽然看起来好看很多 但是啊 就是两个大洞啊 还是会留在上面 上面这个盖子是无法开的 那它的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导弹的部分呢 它有多了一个关节 在原本的基础模具上面的话呢 它是这一块部件 还有这个连接的这个杆 就是连接的 连接的内部的这个球关 一块部件 等于是它就有这个部件 跟这个本体的部件而已 但是呢 KM8的这个版本还是多了 你看到没有 它把中间这个部分 分出一个灰色的部件 所以它的一个 这个炮的话呢 随着这个开口处呢 你可以转的一个角度呢 会比原本的一个模具的话会多很多 原本的模具它就只能够斜放 因为它卡死的 它这个炮永远是往两侧 是往两侧这样子放的 但是这个的话因为多了一个关节 所以它就可以做一个正常的摆放 甚至你往侧边平放 也是可以 以这个原本这个黑色波原本模具 它是应该是只能够这样子 所以它是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算是小小的一个加强吧 最后我们对比一下 跟原本电影第一集的 Leader级的一个 一个轰天雷的一个尺寸对比 这是梦工厂的一个金图版本 那两者的话呢 L级的呢 会比它稍微的小一点点 长度来讲略短一些些 在正面的一个宽度 还有高度来讲的话呢 也是有个差别的 不过呢 这款这个虽然体型非常的巨大 不过呢 它跟黑白马之前的这个 Megatron是一样啊 都是属于SS的一个Voyage Class 放大成大于Leader级 所以它的一个细节部分啊 这些部分呢 除了说会减少之外的话呢 可能歌线来讲 也是会相对比较糊道 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各位呢 可能要心理准备啊 它并不是一个随着放大 就变得很精致细节的玩具啊 我们来示范这款强弓先锋的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这两个外挂武器呢 先把它给取下来 变形的时候呢 有几处呢 要特别跟各位提醒一下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的 危险的地方会跟各位提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履带的侧边给解开 那我第一个步骤 我先习惯把这个扫了一爪的话呢 先给翻下来 然后呢 我们要解开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凸跟奥的一个结合 这个是原模具没有的 那因为它扣的时候呢 非常的紧 那镜头前面的话呢 我不是很好展示 所以我用这样子的 比较好施力啊 这样我会比较好施力 这两侧 把它给掰开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扣的时候呢 是非常紧的 OK好 错开了 那我的变形的习惯呢 先给各位讲一下 我会习惯的先把整个 侧边的履带处理完 那你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凸 这边这个凸没有 它已经断掉了 这个地方呢 我会特别跟各位讲解 这里的话呢 先用这边 这边是完好的 我们先把这块部件 小心的解开 因为这块部件呢 这里一个凸呢 相对来讲 还是会有一点点风险的 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我们上面 这里已经解开了嘛 我们把它整个的 往侧边拉出来 拉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这里面 这里有个凸 对应内侧 还有一个洞 还有一个洞在这边 但是这个 你变坦克的时候才注意到 变成人的时候 只要直接翻出来就可以了 直接的先把它给 整个都翻到外侧来 再来的话呢 这里的变法呢 跟圆模具不太一样 它多了一个盖板 这个地方 把它给盖下来 这个地方呢 往上面推出去 它有一个弹簧 平常会把它给压到一个正常位置 就是把往上推 再往上折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凸跟到的一个结合 在这边 这个地方 它呢 是把人形的一个小腿后面呢 修饰的比较漂亮 那这里呢 就要跟各位提 这一块履带的部分了 它这个履带的变形呢 有增加了一个 小小的一个地方 先跟各位提一下 这里有个连接感 是一个球形关节 履带是一个部件 那么呢 履带这个部件呢 是连接到这一块都是 然后呢 履带跟这个球关 并没有直接连接 它中间还有另外 还有一个结合的一个零件在这边 结合的这个零件呢 这边是一个球关 没有问题 它跟履带这个部件之间呢 是可以这样 横向或者是所谓直向转动 并非球关的转动 另外这就是球关的转动 各位领导知道这一点 配合这两个 配合这两个转动的话呢 我们呢 可以怎么样呢 这里 标准变成人形状态下的时候呢 是这里 轮胎里面有个洞啊 要去扣到这个凸啊 这是标准的一个扣法 那你这个时候呢 就是会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难度 刚好有直升机从我们家天上经过啊 那军武的风格果然非常强烈啊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发现了你扣不到位的话呢 就是去旋转上方的这个 这个关节 它就可以转动 转折 转折 转下来 你要怎么样做呢 把它的一个球形关节的开口处 转到朝下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能够去调整它的一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凸扣进这个轮胎里面的这个洞 我完全没有办法去 去理解到 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危险的一个动作啦 怎么说呢 这个位置呢 它本身那个凸很细小 这个轮胎本身又是可以转 这里容易去撞到 你把我那时候去A到 压到 推到 都有可能造成它断裂啊 我另外一侧那边就是已经断掉了 那重点来了 这个零件 我真的觉得这个凸呢 其实你不扣呢 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我另外一次不扣代表在各位看你就知道了 好吧 这条腿的一个后面已经收完了 两腿把它打开啊 就是这个结合这个部件 但是这块结合部件的一个 翻出来跟原本的模具不太一样 我们把脚呢 翻到后面去 再把这个前掌放下来 这个这个部件是多出来的啊 这个玩过电影一的模具就知道 这个红天雷这里是有个脚尖的 这个地方翻出来 好 这里 你看到 原本 原模具后面这个地方是整个是一个 大偷招大空洞 它把它折叠成这样 是比较接近于这个电影一 的那个LG的一个造型 好 另外一侧呢 我们就比较快速的呢 变形给各位看一次啊 这个地方已经打开了 我们把它呢 往后面 直接的翻过来 这个地方盖板翻下来 这个地方往上弹 折上去 然后这块部件呢 记得是把它给从这个地方松开 然后呢 旋转它 旋转它 到这边 原本它是应该要 这里 这里有一个断掉的部件 原本是要跟这个轮子扣在一起 但这个时候呢 我告诉各位 它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关节呢 就是非常的紧 这里先扣上去 这个地方的这个关节 其实很紧 平常根本就不会去 不太会去推到或动到它 你看 它很紧啊 这个地方 这个球关 这主要就是怎么样 这里 这一块部件跟这个 铝带这个部件的这个位置 它是很紧的 紧过那个球形关节 所以你这样往上面推 靠过来 给各位看一下 它根本就不会晃 这个部件它根本就不会晃 所以那个地方不扣 其实真的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啊 不知道为什么要多那个部件 然后你就是从这个地方 往后面推过来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有一个 让你觉得小屋檐的一个位置 在原模具的话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却 OK我翻了一下 好像没看到 这个原本可以扣紧的这个位置呢 反而是不见了 那两条腿的话呢 就怎么样 上半身的变形呢 和原本的模具呢 差别呢 就没有那么大了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胸甲的位置呢 给翻下来 然后呢 这个头的话呢 从内部翻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呢 这个位置要往上面推 往上面推 推到底为止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 还要再翻下来 翻下来之后呢 这里 往下面压到底 你呢 往上面推 这里 往下面压到底 压到底 往上面盖过来 那么呢 这里 如果你不这个地方 你没有往上面推到底的话呢 它会扣不到 扣不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先 先不要扣 我们先把这个 后方的这个地方 做一个大回旋 因为呢 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我现在要扣它的话呢 这个部件往后推 这个部件往后推 就会影响到我做这个大回旋 那这个大回旋的时候呢 是记住 它到这里有一块黑色的部件 这一块 你要抓住这整个黑色部件 整个转 整个转上来 好 整个转到上方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行这个 先把手给变完好了 应该先把手给变完 会比较方便一点 手的变形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方 从泡塔开始好了 泡塔 结果呢 还是要把它给放下来啊 这个 泡塔的一个位置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解开 它解开是上下错位的 这里 这里上下 是上下错位 解开 OK不要硬啦 你硬两次掰的话 一定会断掉 然后呢 这样打开之后呢 再把后面这里给解开 那这里的话呢 解开的时候呢 又出现了一个东西 你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很细小的一个 结合的一个凸根 跟这里要结合 你看 很小 这个呢 我觉得呢 这个几个卡扣啊 这里也是一样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想象 为什么这么大只的玩具 用这么小的一个结合卡扣 我是真的觉得蛮危险的啦 然后往两侧掰开 翻开之后呢 整个的先翻出去 往外翻出去 翻出去之后 我们呢 讲这个手臂的话呢 就可以翻出来 整个解放出来了 那在这个在这个时候呢 这里把这个地方翻开 这里跟原来的模具就不一样了 原来的模具并非是这样子的 翻开来 我们呢 搞不清楚位置的情况下呢 先把它呢 给回复到一个 比较像真的那个样 就可以了 让它站起来吧 希望是尽可能的呢 一进到底把它给变完啊 让大家这个相对位置看得比较清楚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不错 好像有一个变形当中的感觉 看起来蛮帅的 这个手臂翻出来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凸跟到的一个结合 这里 那这块部件就往后推 这样子扣上去 先扣上去 然后呢 我们再来整理这个肩甲的一个部分 它这个肩甲的话呢 是这里 把它给往外 往外给转出来 OK 应该是先转出来 再做一个结合 这里 扣上 好 这边 手臂 这一侧 另外一边的话是这样子 变形又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这边呢 多了一个 泡管 泡管的话呢 这里 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松开 集中到这里 然后呢 整个泡塔 从这个地方 直接的顺向 把它做一个收纳就可以了 从这个地方 这里 该怎么折呢 你就照着它一个方向 折就可以了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 整个都折进来之后 把手臂呢 往外翻出去 往外翻出去 这里呢 往后退 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给扣进来 这个地方的扣法呢 跟圆模具呢 并没有特别的一个不一样 好 两肩的话呢 就算 变形完成了 两边的肩膀呢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 因为它的这一块部件呢 原本是在这个门板手的位置 现在呢 移到了肩膀上 感觉的话是比较自然一点 好 这个头 暂时挂在这里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胸甲呢 完全的给打开 打开的情况下 才可以往后面推 才可以往后面推 那这里的话呢 两个履带就往中间靠了 会有一点点的一个V型的样子 V型的样子比较好看啊 这里往后扣就能够扣得上去了 好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一次的话呢 它这里是多了一个伸缩的一个板子 那我们可以把它往内靠一点点 那这个 至于这个扫雷转 你要怎么放 你要放一个 什么形状 这个就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 这个没有一定的一个答案的 那我们最后的话 就是把它的一个 最后这个背包 最后这个背包的话 就是直接的旋转一下 哦不对 它这个背包从这里 要先旋转下来 从这个地方 转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两侧这两个部件给收进去 给收进去 最后的话是把这两个部件呢 给打开来 往上面推到底 然后呢 这个透过这里的一个算是 也算是双动关节吧 把它往上面推到底 好的 那这个把它给转正 往上面推推推推推推到底 最后的话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个突破纳的一个结合 在这个地方 在内部 这里 把它给扣上 好的 那整个一个变形过程呢 到这边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我们来看到人形的大小 大概就把这个SS的原模具 还有这个电影1的LG的尺寸 放在一起 大小的话呢 这个家伙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 其实不站直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 它的一个强大的魄力 先对比一下 这两个 这是电影第一集里头 属于硬派系的一个人物 那至于在细节的部分的话呢 这两者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对比了 为什么呢 因为铁皮的话呢 它是拿这个MPM的模具 下去做一个放大的 但是这一款的话呢 它是用 这个SS的V级下去放大 所以在细节的呈现度上 铁皮啊 在涂装跟分件零件数上呢 会一定会比它还要强啊 这一点的话 就是很正常的了 接下来直接对比 跟原模具的改良 当然除了尺寸之外 就是这个 手臂的一个部分 最大的改变啊 这个原本呢 这个所谓的一个门板手 或者这个炮塔的一个背板手呢 是背在人形的小臂后方的 我们把这个武器给拿掉看一下 它这个爪子的话呢 是陷在里头的一个造型 但是这一次的模具的话呢 只是把这一整块 后面这个大背板的部分呢 移到了肩膀上面啊 所以它这个原本肩膀上面这里是 后面是这样子 但是变成了如此这般 装甲的位置有个移动 那加上呢 它的这个手臂的话呢 增加了一个可以转的手臂 指头的话呢 三指啊 都是可以个别行动的 指头呢 还有一个银漆的一个点缀的涂装 那中间这些关节的部分呢 并没有做一个增加 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够用了 然后正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爪子的部分这里 多了一根的这个尖爪 这个呢 这个地方 另外一侧也是有啊 这个是电影第一集的这个玩具呢 有特别去做出来 但是呢 这个玩具呢 变成这种手爪之后呢 它就无法握持武器 就像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原本的模具的话呢 它这个外挂的这个爪子呢 跟这个机枪的话呢 扣到外侧呢 我真的觉得并不好看 所以呢 你刚刚也看到 我一开始 我是让它拿着在手上 因为这样子 OK 我真的不觉得这样子 有比较好看 那这个模具 这样子摆放起来的话呢 它能够插进去的一个角度是有限 你看这个地方 它一定会露一截在这里 很显然是欧美的电影啊 这个没有办法完全扣到底啊 你把它翻到底 翻翻翻到这一侧来看 你就知道 你想你想再往内插 也没有 没有没办法 因为它这个地方已经到 已经顶到底了 就已经到这了 就不要再造成人家伤害了 那这个地方的一个空洞偷窖呢 倒是没有改善 这里呢 也没有细节的一个补枪 然后正面的话呢 可能 其他就是一个 涂装有一些金色 多出一些金色的一个点缀 那最最最 OK 这里提一下 这里有个 这里加奖一下 有个红色的一个 像是电缆啊 一类的一个改造 接下来呢 翻到背面的话呢 那个差别的会更加的巨大 我们转到背面了 开始来对比它的一个后方 你可以看到 后方这里 OK 拿来手上 原本的这个部件啊 整个是空的 它呢 这是做了几个翻折 把这个整个小腿的后方 给做了一个补墙啊 到这边 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 这样子 转一个侧边的角度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两个侧边 是不是造型 就相差的非常的多 这个堆叠起来的感觉 还是相当不赖 只是说这里 一个履带 在这里 中间是断掉 就感觉就是比较可惜一点 比较丑一些 然后后方 大腿后面这些空洞 在这个模具上面呢 则是完全的就是补上了 以及一个压倒性的胜出 就这根炮啊 这根炮啊 从正面来看 你看到吗 是这个 OK 我知道是男子安的象征啊 但是这个炮的话呢 这一次的话呢 是收纳到了这一侧 手的这一侧 这个是属于 本次这个改模里头的 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把这个碍眼的东西呢 尽管平常你可能 需要用它的时候 觉得很棒 但是平常的时候 是蛮碍眼的啊 就会把它收到了 这个侧边来 然后其他就是这个 原本手臂 后方这里啊 原本官方这里 是整个门板守了 它这里也没有造型 给黑妈妈看了 所以它几乎就是 留下了一个 所有的空空洞洞 全部都留了下来了啊 那么这一款的话呢 在人形状态下的话 还能说就是这个 胸口的一个合金部件了 在这边 以及最后就是要讲一下 它的一个头雕的部分 头雕的话呢 是有一个发光的部件的啊 那这个 这后方有一个非常大 明显的一个按钮 在这个地方 看到了啊 你只要把它按下去呢 就会发出血红色的一个光芒 给各位看一下 OK 这个 靠近一点看一下好了 好 那这个玩具的话 倒是 我们之前有发光部件啊 这个不开灯的时候 就好像挂掉 死了一样 但这一款的话呢 可能是因为 咪咪眼还是造型的关系 感觉灯不亮的时候呢 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不好看啊 那么最后的话呢 就是 一个很响亮的齿轮关节 非常可惜的是 这个地方呢 一样是没有增加一个齿轮关节的 这个把玩起来就稍微有点可惜啊 这个平常的话呢 这个一体性的话呢 可能还会 嗯哼 久了 可能还会有点松弛啊 这个地方有个螺丝啊 如果需要的话 再把它给锁紧一点吧 那腰身的话呢 是有一个关节可以转动啊 忘记原模具 腰部可不可以转动啊 我看一下啊 这个 原本的这个原模具 腰 腰是卡死的 所以它有多了一个 腰转的一个关节啊 那手臂的一个平举啊 二头肌的转动啊 手肘的一个转动 拳头的转动 都是新增加的 脚前后踢 膝盖稍微有点可惜啊 这里还是没有齿轮关节 比较可惜一点点 脚踝的话呢 也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这一款的话呢 我认为改的部分是非常成功的 是特别这个大炮的部分 这个改良非常的棒 那这个小腿后方的一个造型的修饰 OK 也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进步 然后炮塔跟这个 哎不对 应该三大改良 炮塔 门板手 脚后 但是这个卡扣的话 这里我刚刚有提过 这个有一处是断掉的 这个这一处是好的 那这一处是已经断掉 但是平常你可以看到 我这样压着 其实它根本就不会掉 因为这里的关节已经够紧了 那这里 OK 你平常也不要去推 你一推的话 就是会给它压力 它可能就会有断裂的可能 那其他就是这个炮塔的情况下 有几个 结合卡扣比较小的 像这个地方 你看 你如果第一次掰着 因为它是新多出来的一个部件 这里 对 这几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其他的话呢 就问题不大了 但是你在把玩这一款之前的话呢 我是希望你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观念 如果你跟我一样 做好这个准备的话 就会比较没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SS的一个V级下去放大的 还是要把他们老大拿出来 做一个身高的一个对比 这个是他们的之前的一个Megatron 两个身高 给各位看一下 你就知道这个轰天雷 奇怪啊 我真实这样看感觉没很大 为什么在镜头里就感觉它特别大一个 好行吧 这两个家伙 你就知道 这个家伙的一个体型有多魁武啊 你要有一个概念 还是SS的V级去放到这么大的 所以对它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刻画什么的呢 你千万千万不要期望太高 千万不要期望太高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以改模来讲的话 算是改的 有针对有对症下药了 比起之前的那一款提币来说的话 这个改模相对比较有诚意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